这路口妇人看到眼前小货车却已经来不及 急暗刹车同时开进窄巷内的这辆小货车仍然继续往前开 妇人撞上货车车斗之后 整个人被抛飞就连安全帽也甩了出去 生活当时妇人戴的就是类似像是这样子的安全帽 撞击力道直大整个安全帽都喷飞 而妇人倒地之后伤势相当严重 不只是胸部挫伤肋骨骨折甚至心脏破裂 抢救之后仍然灰天法术 这一状小货车司机赶紧停下来 至于送医不治的67岁妇人甚至才刚离开家门不久 妇人家就住在附近 下午两点多骑车外出悖事情 三分钟之后招撞 邻居也相当舍不得 后来他算他也是做医工 手也扭不到 无常就是这样 这项去的时候是看那边的看不到 后来经过里长 然后全部的居民这样子 大家就决定说要改成单行道 实际到车祸现场观察 事发的窄项车流量人不少 在改成单行道之后 住户认为事故率明显降低 据酿货的63岁司机向警方指出 当时是要去送货 车祸事故鉴定出炉 他为里让干线倒车先行 被依过失致死罪起诉 但最悲痛的莫过于富人家属 心爱家人已经换不回 东森新闻有亚新红 深情台北采访报道